这个视频教大家做葫芦 我们准备三根玉线 从50厘米的地方用夹子固定 两边的线不动 中间的线当绕线 做雀头结 先往上绕一下 拉紧 再往下绕一下 拉紧 这个就是雀头结的做法 右边呢也是一样的做法 雀头结的做法呢 绕线是一上一下的 大家不要绕错了哦 左右两边都是相同的做法 我们就这样重复的做雀头结 主播录的都是非常慢 非常详细的教程 希望大家一看就会 其实做手工呢 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有耐心动手做呢 就学得特别快 我们就这样重复的做 做到合适的长度 这个地方呢 我一共做了20组雀头结 刚刚好把这个硬币包住 大家做多少组呢 也要根据手的松紧来决定 我们再做收口的部分 最上面的两根线呢 我们做一个斜卷结 斜卷结呢 是线头绕两下 我们像这样绕一下 然后再绕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斜卷结 做好以后调节好线拉紧 这样呢 一边就包好了 然后另外一边 也是相同的做法 最上面两根线 做一个斜卷结 线绕一下 拉紧一点 然后再绕一下 这个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斜卷结 做好以后调节好线拉紧 这样呢 这个硬币就已经包好了 我们再做上面珠子的部分 最左边的两根线 我们还是继续要做雀头结 一根当轴线 一根当绕线 线往上绕一下 拉紧 再往下绕一下 拉紧 这个呢 就和刚开始的雀头结 做法是一样的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呀 我们就这样重复的做雀头结 这个葫芦做起来呢 非常的简单 寓意也特别的好 葫芦的谐音是葫芦 大家喜欢做手工的话呢 都可以动手试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共做了七组雀头结 左边做完了以后 然后再做右边 右边也是相同的做法 最右边的两根线 我们做雀头结 线往上绕一下 拉紧 再往下绕一下 拉紧 和左边的做法呢 是一样的 左边我们做了七组雀头结 右边呢 也是同样做七组雀头结 注意哦 雀头结的绕线方法 是一上一下的 大家不要绕错咯 这个葫芦呢 是很多很多粉丝 都想学的一款 今天呢 给大家录一个详细的教程 我们右边也做完了以后 两边都做对称了 然后最中间的两根线 是串珠子的 我们将线头 用打火机烧一下 一长一短的烧连在一起 注意哦 烧的时候不要烫到手了 穿入一颗卡石的珠子 穿好了以后 往上推 调整好 往上推 将线分开 左右两边各三根线 然后呢 我们拿中间的这一根线 当轴线 穿珠子的这一根线呢 当绕线 做一个斜卷结 斜卷结的绕线方法 是一根线绕两下 这样呢 左边的斜卷结就做好了 然后再做右边 也是拿中间的这一根线 当轴线 穿珠子这一根线呢 当绕线 做一个斜卷结 这个地方呢 这个线很容易松 大家做的时候 一定要调整好线 拉紧 这个地方一定要像这样拉紧 这样才会更加美观 最中间的两根线呢 我们做一个收口 还是做斜卷结收口 做好了以后呢 这样呢 葫芦的形状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还是将线分成两个部分 左右两边各三根线 我们拿最上面的这一根线 当轴线 下面的两根线呢 当绕线 做斜卷结 每个线 每个线头绕两下 右边做好了以后 左边也是相同的做法 最上面的线当轴线 下面的两根线呢 做斜卷结 每个线头绕两下 然后绕完了以后 最中间的两根线 还是做一个斜卷结收口 这样呢 第一排就做好了 第二排也是相同的做法 最上面的线当轴线 下面的两根线 做斜卷结 右边做好了以后 我们再做左边 左右两边做法是一样的 做完了以后 最中间的两根线 还是做一个斜卷结收口 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将最上面的两根线 补动 下面的四根线呢 当轴线 做双向平结 双向平结呢 我们先拿左边的线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先拿右边的线呢 这个就是双向平结的做法 左右两边的线呢 都要交换着绕 我们就这样重复的做双向平结 这个地方呢 我一共做了13组双向平结 大家做多少组呢 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 做好了以后 我们将这四根线剪掉 剪完以后 用打火机烧一下防拖线 穿入一个钥匙圈 然后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步 就是将这个线头固定一下 我们拿一个三通勾针 从这个反面的这个线里面 穿过去 然后把这个线头给它拉出来 另外一边呢 也是相同的做法 我们将这个线头在这个线里面 给它穿过来 穿过来了以后呢 调节好线 拉紧 然后我们将这两个线头 再打一个结 这个地方呢 我打了一个鞋卷结 大家也可以随便打一个死结也行 只要它不会拖线就行 拉紧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头 用打火机烧一下防拖线 烧的时候注意哦 不要烫到手了 这样一款简单又好看的葫芦 就完成啦 你学会了吗 没学会的赶紧收藏起来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视频再见